儿子向妈妈下跪了 是因为这个儿子是云林的一位51岁的毒品通气犯 开车回家准备要在80几岁的老妈妈到医院去看病的路上 被警方发现了当场拦查逮捕 那么老妈妈在现场看到儿子被逮急的都哭了 还塞钱给儿子说坐牢在牢里面可以花 通气犯不忍心自己的不孝 让妈妈这么难过下跪道歉 穿黑色上衣的毒品通气犯遭到警方逮捕 压缩在地上无法动弹 而她80多岁的老母亲就站在一旁 目击儿子遭到逮捕的整个过程 忍不住哭了出来 一看到母亲因为自己被逮向警方求饶 说绝对不会逃跑 不想因为自己的犯行让家人担心 51岁的黄姓男子有毒品和枪炮弹药前科 原本是回到云林老家带母亲到医院看病 但没想到车子一进入了云林就被警方认了出来 双方追逐一百多公尺后 在自己老家的三合院家人亲眼看到儿子被逮 天下父母心痛哭向警方求情 黄姓男子看到这一幕为自己的不孝向母亲下跪道歉 不然母亲年纪都这么大了还没人照顾自己毒品通气犯的身份 还让她募集被警方逮捕的过程 男子下跪认错要妈妈好好保重 立刻被警方带走 中天新闻江戴景云林报道